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银监会数据显示一季度商业银行不良率1.75% 环比继续攀升 国际方面 美国启动设在罗马尼亚的反导系统 俄罗斯城将采取措施予以对抗 我们已经开通了官方微信第一财经资讯 为您提供更多有深度有个性的文章语音和视频 您可以搜索账号或者是扫描二维码来关注我们官方微信 好 以下呢我们再翻开今天的财经日历 了解一下有哪些重要的财经事件值得关注 国内方面 私博会即第二十届西洽会将会在西安举办 第十三届游戏项目交易会将会在深圳举行 国际方面 德国会公布四月的CPI年率 欧元区会公布第一季度GDP的出值 美国会公布四月的PPI的月 好 这也是正在直播的财经早班车 以下呢我们继续了解最新的国内实证和财经方面的消息 天光 好的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国内实证和财经方面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2号同法国总理瓦尔斯通电话 就进一步深化中法关系推进多领域务实合作交换意见 李克强指出中法务实合作走在中国同欧盟国家的前列 尤其是在核能 航空 金融等领域的合作又取得了新进展 我们愿同法方继续从战略高度和长远的角度出发 进一步落实好双方达成的各项共识 推动中法关系与合作再上新台阶 另外李克强表示 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平稳运行处在合理区间 而且经济结构方面出现了不少积极的变化 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 中国经济转型面临困难和挑战的背景之下 我们有条件有能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 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这也将有利于中法第三方市场等合作的推进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了关于建设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示范基地的实施意见 系统部署双创示范基地建设工作 意见指出 为了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更深程度上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加快发展新经济 培育发展新动能 打造发展新引擎 加快建设一批高水平的双创示范基地 扶持一批双创支撑平台 突破一批阻碍双创发展的政策障碍 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双创模式和典型经验 再看一下人民币方面 昨天央行再次大幅度上调了人民币对美元的中间价达250个点 报在了6.4959 在两年涨的同时又刷新了月内最大的调升的幅度 中国社科院市经证所的国际投资部主任张明说 目前央行的战略策略是非对称贬值 即当美元走强时 人民币对美元贬值 美元走弱时 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变值 民生宏观学院的管金友也认为 这意味着人民币的涨跌应该更多要参考市场 我们不希望出现剧烈的波动 所以说是基本稳定 但汇率涨跌也不应该成为汇率政策的主要目标 国家发改委昨天就宏观经济运行情况举行了发布会 数据显示 数据显示4月份国家发改委共审批核准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13个 总投资是1388亿元 主要是集中在水利交通和能源领域 而针对钢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的进展 集园发言人赵晨鑫介绍说 化解过剩产能工作将全面进入正式实施阶段 赵晨鑫介绍 截至目前 有关部门制定的财税金融职工安置 国土环保质量安全等配套政策文件已印发实施 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奖补资金管理办法 经过几轮修改完善后 也将于近日印发 根据要求 各有关省级人民政府 还完成了钢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 实现脱困发展目标责任书的签订 各地目标责任书签订 以及实施方案 按要求备案后 化解过剩产能工作 将全面进入正式实施阶段 到4月末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发布的 钢材价格指数回升至84.66 比去年同期提高了11.47点 比去年12月的最低点提高了30.18点 对于近期钢价的上涨 赵晨新回应称 主要受政策预期 市场炒作和短期因素等推动 将多促指导有关地区 平稳有序地推动化解钢铁过剩产能工作 农业部发改委中央网信办科技部商务部支检总局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林业局八个部门 联合印发了互联网加现代农业三年行动的实施方案 方案明确了未来三年的总体目标 提出要到2018年农业在现化数据化取得明显的进展 管理高效化和服务便捷化基本实现 生产智能化和经营网络化迈上新台阶 城乡的数字鸿沟将进一步缩小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良好局面基本形成 有力支撑农业现代化水平明显提升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早班车 接着让我们进入早间关注 好的 昨天A股在失守了2800点之后 又起稳回升 伴随着成交量的再次缩量 应该说短期的杀跌动能已经是消耗殆尽了 而具体的情况进入我们今天的早间关注 昨天截止到收盘 护中指微跌0.04% 深程指微涨0.16% 两市全天成交3798亿 继续缩量 盘面上来看 电力股迎来了久违的大涨 保险股表现也不错 比电池概念股批量涨停 食品饮料等大消费股全线回调 ST股持续成价 两市有将近30只个股涨停 不足20只个股跌停 融资方面 截止到5月11号 两市的融资余额合计是在8,412亿 环比继续显长了接近50亿 那另外据万德数据显示 从506家创业版企业披露的一季报的数据来看 2016年一季度 创业版公司整体的实现营业收入是在1347亿 同比增长32.4% 整体的净利润合计是149亿 同比增长了63.68% 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增长速度是近5年以来的最高 但是呢 仔细看的话 好像情况并没有那么简单 创业版的明星呢 是温氏股份 因为呢 他一季度净利润高达31亿 这一家的净利润就占据了整个创业版一季度总利润的五分之一 那如果我们将温氏股份从创业版剔除之后 505家创业版公司一季度的利润就降为118亿 增速也迅速地降到了38.5% 那温氏股份 它的主力呢 是发展养猪业 受益于整体养猪行业 从去年开始全面地回暖 它的净利润是水涨船高 而拿温氏股份与高科技巨头相比 这个表现好像也毫不逊色 创业版当中 市值排名靠前的乐视网 今年一季度的净利润1.15亿 东方财富一季度净利润1.17亿 两者净利之和 还不到温氏的十分之一 而且呢 我们具体到每个公司 好像业绩的差异也非常显著 506家公司当中 438家在一季度实现盈利 占比是86.6% 25家公司一季度的盈利 是超过了亿元的 我们再回到市场之上 连续的这个成交量的走低 连续的地量 那市场是否能够起稳呢 我们再来听一下 上海政权研究所首席市场分析师 蔡君毅的观点 整体市场的话呢 处于这个探紧之后的这样一个起稳 那么整体市场在2800的银线 应该说受到了一定的这样一个 相应的支撑 小票经过连续大跌之后的话 也有反弹起稳的这样一个地下 未来中期的股价结构性调整 可能还会有一定的这样一个持续 那么短期来讲的话 我们觉得它对人气的这样一种 这个这个起稳 还是有比较积极的这样一个作用 我们认为短期市场将围绕 2800的银线做一些起稳性的 这样一个盘整 等待的时机更加成熟之后 再选择相应的方向 另外呢 很多机构也认为啊 经过了几个交易日的空方的宣泄 短期来看 股指它是具备反弹的动能的 但是这个力度恐怕是有限 整体呢 还是呈现一个震荡探紧的走势 行情明朗之前 一定切记追涨沙地 切记盲目的去抄底 震荡修复行情当中 可以考虑顺势而为 控制操作的频率和节奏 操作之上 可小仓位的参与消费股等 防御性板块的机会 同时要适度规避 超高过分的这样一些 中小创的个股 包括部分虚高的磁心股 这些个股回调的空间 还是相对比较大的 好 这里正在直播的 餐厅早班车 稍后呢 我们将会继续了解 最新的国际时政方面的消息 天光 好的 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 12号 美国正式启动了在罗马尼亚的 弹道导弹防御系统 美方称此举是为了应对 来自伊朗的潜在的导弹威胁 并非是针对俄罗斯 当天来自美国和北约的高级官员 在罗马尼亚德维塞卢空军基地 出席一室 宣布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正式启动 美国国防部副部长 罗伯特沃克表示 此举旨旨在防范伊朗等 中东国家的弹道导弹威胁 保护北约国家安全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也强调 弹道导弹防御系统 无意针对俄罗斯 据了解 罗马尼亚于2010年宣布 加入美国的欧洲反导系统 根据双边协议 罗马尼亚南部的德维塞卢空军基地 将部署陆基SM-3导弹拦截装置和雷达设施 以保护欧洲和美国 免遭来自中东地区的弹道导弹袭击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 针对美国在欧洲部署反导防御系统 俄罗斯将会采取保卫措施 以确保本国安全 佩斯科夫当天在记者会上 就美国在罗马尼亚 启动反导防御系统问题表示 美国一直在积极部署反导防御系统 这一不是新闻 起初它被解释为 是针对来自伊朗的导弹威胁 现在伊朗局势发生了根本变化 而这一问题却被提上了日程 佩斯科夫称 俄罗斯采取防卫措施 是为确保俄罗斯的安全 俄罗斯从一开始就认为 美国在欧洲部署反导防御系统 对俄罗斯构成了威胁 美国设在罗马尼亚南部的反导系统 12号正式投入运行 在波兰的第二处反导系统建设 也将于13号启动 俄方一直认为 伊朗导弹不会对欧洲的北约成员国 造成威胁 美国在欧洲部署反导系统 针对的是俄罗斯 俄罗斯总统普京12号在俄军事企业发展会议上发表讲话时说 政府将进一步提高军工企业职工的工资 为相关国防产业发展创造条件 增加就业 普京表示 俄罗斯一直致力于新武器和技术装备的研发 并且通过训练 演习 实战等等 检测军队的战备能力 测试新武器的使用状况 当地时间5月12号 土耳其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的一处军事哨所附近 发生了汽车炸弹袭击 造成5名军人和3名平民死亡受伤 其中1人伤势严重 那么报道说 一辆军方大巴驶过军事哨所附近 旁边一辆装有爆炸装置的小汽车被引爆 据了解这是土耳其三天内发生的 至少第二起的汽车炸弹袭击事件 好 再看一下乌干达 乌干达当选总统穆塞维尼12号 在首都堪培拉宣布就职 开始了一个5年的任期 穆塞维尼在就职演说当中表示 将积极维护国家主权 他将致力于打击腐败 发展交通和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 并且致力于将乌干达建设成为中等收入国家 稍后7点35分 从华尔街他陆加泽反馆 我们会详细了解最新的国际金融市场的表现 接着进入资讯快车 好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 银监会昨天发布了2016年一季度 主要监管指标的数据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商业银行不良率 是在1.75% 较上个季度上升了0.07% 分析人认为银行业不良风险暴露压力仍出高位 但加速势头有所捡换 数据显示 银行业资产和负债规模稳步增长 2016年一季度末 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 境内外本外币资产总额为208.6万亿元 同比增长16.7% 其中 大型商业银行资产总额同比增长8.5% 股份制商业银行资产总额同比增长18.9% 同时 信贷资产质量总体可控 2016年一季度末 商业银行不良贷款运合 13921亿元 较上季末增加1177亿元 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1.75% 较上季末上升0.07个百分点 仍然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 但是至少加速的势头是被遏制了 确实有部分商业银行 给我们反馈说 在资产质量这一段 至少在今年一季度 它的形式上环比压力是略有点轻的 权威人士在本周较早的发文中提到 要警惕加杠杆所带来的经济风险 向其认为 这对银行业的坏畅风险 也将起到一定警示作用 未来 在继续保持稳健货币政策的格局下 监管层或通过加强对银行业 非标业务 互联网金融等业务的监管 加强风险防范 就是说在我的货币政策 不进行一个明确的进一步放松 但是也不做一个明确的收紧的 这样一个大背景下 推进一些监管性质的政策 银监会发布的 2016年一季度主要监管指标数据 显示出截至到一季度末 商业银行当年累计实现净利润 是4716亿 同比增长6.32% 一季度商业银行平均资产利润率 是1.19% 比上季末上升了0.09个百分点 平均资本利润率15.93% 比上季末上升了0.95个百分点 另外银行业一直是金融 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排头兵 但是随着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地加大 企业盈利能力下降 不良贷款持续双生 银行在服务实体经济方面 也开始面临着诸多的挑战 在近日举行的文金圆桌论坛上 银监会政策研究局副局长 徐杰勤指出 目前金融市场结构的不合理 导致服务实体经济压力和金融风险 过于集中在银行业 比方说这种科技创新 然后这个建并重组等等 其实这些金融服务更多的是 需要靠股权来主导的 但是由于这个 目前我们这个直接融资市场的 这个发展程度不够呢 很多时候就变成了 就是通过各种方式吧 实际上是信贷资金在支持 这样的一个现象 而作为直接融资的重要形式 2015年 我国企业债券净筹资 2.94万亿元 占社会融资总规模的比重 为19.1% 虽然较2004年的1.6% 又大幅提高 但与美国大约60%的占比相比 仍然明显偏低 证监会公司债券监管部副主任 陈飞表示 部分公司债发行人 存在将募集资金挪用 转接他人或购买底财产品的情况 资金并未真正进入实体经济 对此 证监会将加强监管地度 对涉嫌欺诈或逃费债务的行为 予以坚决打击 进入二季度之后 地方债发行明显提速 截至到目前已经有包括四川 青岛 宁波 湖南等在内的29个省市发行的地方债 大部分省市都集中在4月之后发行 5月之后也是更加的密集 至今总规模已经超过了2.2万亿 其中超过九成是置换债 其规模超过2万亿 印内专家指出 考虑到积极财政政策之下 各地项目将密集的开工 因此预计二季度发行量 将会是地方债发行的全年高峰期 好 这里正在直播的财经早班车 以下我们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很多投资者都看到了这条消息 岭南园林定增获得证监会的受理 那么有券商投行人员就表示了 从岭南园林主营的业务来看 文化创意行业就是其中之一 所以岭南园林早就有VR之类的业务 故此这次的定增应该不能算作跨界 据该人士了解的 对于互联网金融游戏影视VR 四个行业的定增事项 如果原本公司主业当中有这么一块 那么进一步收购扩张 监管部门窗口指导意见 原则上是一事一意 昨天晚间 深交所将上市公司横性移动 发出了关注函 要求其对于其变更行业分类 做出解释 横性移动发布公告 将收购标的资产的行业进行了更改 其中收购标的东方梦幻原归类式 文化体育和娱乐之下的 广播电视电影和影视录音制作业 以及娱乐业 那么现在要重新认定为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之下的 专业技术服务业 据万德的数据统计 去年22家整车上市公司当中 16家公司有转增股份 或者现金分红预案发布 占比达到72% 这16家车企累计分红达到258.08亿 相比他们的611.12亿的利润总额来看 汽车行业的鼓励支付率达到42.23% 分红金额方面 上汽集团以149.95亿稳坐第一把交易 旅通客车和长安汽车以33.21亿 和29.84亿分裂二三位 新疆是一带一路中的关键节点 那么这个国家战略在新疆的落地情况如何 企业能从中寻找哪些商机呢 我们来看一下报道 大型投资控股集团金克集团日前表示 新疆已经成为公司最重要的一个投资地 目前金克已经在那里斥巨资 建设了一个葡萄产业综合体 将新疆的优势资源就地转化 和金克一样 到新疆去寻找投资机会的企业并不少 最新数据显示 新疆日前拿出了首批50多个项目 希望引入社会资本 预计可以拉动投资超过2000亿元 那么在新疆本土民营企业看来 目前新疆最缺乏的是什么呢 我们更多的可能在人才的方面呢 包括一些好的生意的模式啊 诸如此类的 这一块呢比较缺陷 希望呢就等于说 有更多的一些个民营企业呢 或者是相关的一些 这个好的 包括我们在上海方面 有一些有想法 有思路的一些企业呢 能走出来 对接一些资源 因为我们更好的呢 就是有了好的商人 有了好的模式 我们再去整合资源的话呢 在周边来讲 我们还是有优势的 而除了基础设施 企业在那些 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和城市中 还能寻找到什么商机呢 零点集团最新发布的 一带一路商情指数白皮书显示 沿线国家 互联网经济发展相对落后 这或许给希望出海的企业 提供了另外一种思路 这些国家 这个互联网基础建设 是一个很重要的议程 就这个不只是 像我们想象的那样说 在亚洲技术建设投资 就是搞铁工机 实际上通讯和网络技术建设 是有优先度的 因为只有这样 才能够未来对他们 比如说 一下子提升他们的通讯水平 提升他们电子商务的水平 然后包括为他们的新的物流 产生动力 这一点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 接着进入财经万花筒板块 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 好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 去年的国家决定 对个人购买商业健康保险 给予税收的优惠政策 鼓励超过5000万纳税群体 自己解决医疗保障水平的提升问题 备受关注的 个税优惠商业健康险 目前已经从政策层面 进入落地执行层面 昨天的深城迎来首款 在户发布的税优健康险产品 中国人寿在户发布 个人税收优惠型健康保险 万能险AB两款产品 并于现场完成首笔交易 个税优惠健康险 意味着投保人可以享受 每年2400元 即每月200元予以税前扣除的福利 相当于每月个税提升点 从3500元提高至3700元 2400元 你急于税收的话是多少 这样算下来的话 基本上一年的话有1000多元 就等于是国家赠送了一份保险给我 因为四十几岁了 我觉得就是说多一份保障 没有问题 税优健康险采取万能险的方式 包含医疗保险和个人账户积累两项责任 医疗保险包括住院医疗费用 住院前后门诊治疗费用 特定门诊治疗费用的补偿 个人账户积累部分 可用于退休后购买商业健康险 和个人自付医疗费用支出 与一般商业健康险不同 税优健康险可带病投保 不得因被保人寄网病实等原因拒保 并保证续保 而且理赔时不设免赔额 报销比例高 社保内的赔付比例是百分百 那么对于社保里面的赔付比例 百分之八十 我们把这个比例 还做了一个最低的一个限制 就是说我最低的赔付 必须要拿到百分之九十 这个九十的概念是怎么理解呢 就是说如果我们赔付的金额 比你实际花费的 必须要给你们金额百分之九十 如果要低的话 我们就要做个赔付 如果当年的简单赔付率 低于百分之八十 保险公司将把实际赔付率 与百分之八十之间的 差额部分补足 返还至被保险人个人账户 目前税优健康险 已在三十一个城市开展试点 共有十二家保险公司 获批开展这一业务 各公司推出的产品内容 大体一致 均主要面向单位销售 上海迪士尼开运在即 为了确保园区的运行安全 天天下午的上海市委 政法委 市公安局等单位 一起前往上海国际旅游 度假区调研 实地查看了迪士尼园区 迪士尼小镇等 重要场所的运行情况 上海迪士尼园区 目前仍然处于内测阶段 即使是工作日 但是在一些热门区域 游客仍然不少 宝藏湾前的小路上游人如知 而等候与灰姑娘合影的游客 排起了长长的队伍 正式开运后 这里将迎来大客流的考验 游客如何快速入园 安检工作 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根据迪士尼方面的规定 游客进入园区 可以随身携带也用水 但是不能携带自制的食物 原区的安检部门 对危险品的检查 也已经形成了制度 在查看了迪士尼园区 迪士尼小镇后 视察组对安全工作提出了意见 随后的座谈会上 视察组强调 一定要把维护安全 放在园区运营的重中之重 当前重点要做好开源 周末节假日等关键时间节点 和关键环节的安保工作 充分考虑大客流 对安全存在的影响 做好各类安全预案 巴黎恐怖袭击 发生半年之后 法国南部滨海小城嘎纳 迎来了盛大的第69届嘎纳电影节 鉴于严峻的安全局势 本届电影节采取了 史上最高级别的安保措施 不过这并没有能够阻挡 影坛大腕和影迷们 进行一年一度的电影划款 嘎纳电影公门外 与成仙上万影迷记者 同时出现的 还有数百名警察和四百名保安 以及一个防暴小组 警员们查验路人包带 密切监控形势 还有狙击手在房顶待命 不过紧张的气氛并没有蔓延到红毯 中国影星巩俐第一个亮相 这已经是他第16次 走上嘎纳电影节红毯 奥斯卡影后朱利安摩尔 身着蟒蛇群登场 霸气十足 被扫维多利亚一身抹胸连体裤 尽显干脸 压轴登场的是今年的开幕电影 社团咖啡店剧组 本届电影节将持续至5月22号 共有21部影片角逐金棕驴大奖 好 这也是正在直播的财经早班车 也请您锁定第一财经 稍后我们将会揭露 从华尔街到陆家随板块 来关注全球市场和国际财经消息 美人主主席耶伦突然又宣布了 不排除在非常不利的情况下 采取负利率的可能性 非常不利 负利率 还是可能性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今天我们就和嘉宾要来重点关注一下 另外国际油价 最近已经告别了三十的时代了 现在已经四十了 但是年内据说要到六十 而中东增产会不会对它产生干扰 油价是涨还是跌 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 从华尔街到陆家族 美国劳工部周四发布的报告显示 美国上周初请失业金人数又增加了两万人 现在是29.4万 连续第三周增加 并且创下了14个月的新高 接近了30万的关口 这显示美国劳动力市场可能已经在走弱 而与此同时 过去四周的初请失业金人数的均值又增加了10250人到268250人 据外媒的报道 美国国会议员被披露美联储主席耶伦对书面提出的答复耶伦表示 不排除在非常不利的情况下采取负利率的可能性 必须考虑负利率的副作用 重申通胀率 未来将会重返美联储二的目标 预计美国经济继续会保持强劲 重申循序渐进的加息路径 如果经济前景出现了意外的变化 美联储将做调整政策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发布的一份报告表明 美国大城市已经变得越来越不适合中产阶级的家庭生活了 该机构报告显示说 2014年美国中等收入家庭比例比1999年减少了8% 这意味着美国经济还没有从经济大销条当中完全的复苏出来 在229个大都市的地区当中 有190个地区的居民收入中值都有所降低 而2000年到2014年在美国229个大都市地区当中 有203个地区美国成年人的中产阶级比例都出现了下滑 距离英国关于欧盟身份的公投只有六周时间了 英国央行行长卡尼领导的九位成员进行的货币政策领导委员会 表示有更多迹象表明公投正在拖累增长 给英国经济前景带来一层阴影 央行官员一致投票同意维持基本利率 在这个记录点的低点0.5不变 英国央行还表示 英国退优可能会导致不确定的时期延长 削弱资金的流入提高风险溢价 增加银行融资成本并且威胁金融稳定 再看一下彭博 彭博援引国际能源署的消息 伊朗原油产量已经回归到了制裁措施实施以来的水平 因为该国增加产量以重新获得市场的份额 4月的产量达到356万桶一天 这创下2011年1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出口更是飙升到了200万桶每天 只是略低于贸易限制开始实施以前的水平 国际能源署说 上个月中国是伊朗原油最大的买家 购买了超过80万桶每天这样一个原油 好了 浏览完宏观数据 来看一下隔夜美股收盘之后的表现 我们能看到隔夜美股是涨跌不一 其中道琼斯指数上涨了0.0517720.50 纳指和标普都是有所下跌 纳指是下跌了0.494730 是7.33 标普下跌0.02 2064.1 好 接着我们来连线祝纽约记者葛外 请他带来收盘之后的介绍 团上葛外 苹果大跌超过2.5%股价 也跌破了90美元大关 创52周盘中低位并拉低倒指的走势 UBS的分析师将苹果的目标定价 从120美元调低至115美元 不过依然维持买入的评级 并且预测2017财年的iPhone销量增长为4% UBS的分析师认为市场对iPhone系列的期待逐渐减弱 这是一个事实 iWatch也没有能够成为苹果的下一个爆款产品 而虚拟现实和自动驾驶汽车的商业化 可能还需要数年的时间 目前来看苹果缺乏一款短期内能够促升股价的新产品 而在财报方面季梅西百货财报不利之后 另一家百货业COS隔夜公布的财报 显示上季度盈利31美分比预期差了6美分 营收同样不及预期 公司承认季度销售遭遇挑战 并且为了解决积压库存的问题 而加大了打折的力度 COS的股价隔夜大跌超过9% 今年以来这家公司的股价跌幅已经达到了26% 隔夜也有多位美联储主席发表讲话 作为FOMC的投票成员 波士顿联储主席Rosenberry表示 市场低估了美联储潜在利率上涨的速度 但是另一方面 同为投票成员的堪萨斯联储主席 则表示美联储将利率维持的过低 这加大了企业扩大借债的风险 主持人 好 谢谢各位 我们看得出来美联储还经常想要抢抢戏 但是毫无疑问 最近这段时间 似乎他们的气氛并不是特别强 我们要来聊什么呢 聊一下这个星期涨价的油价吧 来到节目当中的是马一群 你好 这个星期车主都会比较敏感 因为中国尤其是乘用车 汽柴油的价格好久时间都没动 因为全球维持在30左右 我们大家也乐 虽然它没有更低 但是我们也就习惯了算了 不涨就挺好 但是这星期两连涨 这是伴随着背后是国际油价也一直在涨 是吗 那么这背后油价 而且据说前面我们还报道说 年内都看到60块钱 没桶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逻辑 不是那边在拼命的生产油吗 因为供需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化 也就是在需求端已经是呈现出来非常强劲的这样一个动力 那么我们从供需的这种角度上面 既然现在沙特为首的这样一些重要的产油果所带来的供给量有增加 但是相对于需求端的这种需求 并不是占到主流的因素的情况下 所以油价的趋势性上行一定是大势所趋 像刚才新闻当中也说到 伊朗也在拼命的开动马力在生产 每天要向全世界供应200万桶而300万桶的原油 这么大的一个供应量 居然需求方已经能够慢慢的可以把这些量都吃下来了 对 因为我们知道中东是主要的油气的供应的源头 它能够占到全球供应量的60%以上 那么重要的这些产油果所带来的每年的产量 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它是增产是循序渐进的 也就是沙特的这样子的一个动作所带来的 确确实实有科威特的跟进有伊朗的跟进 但是我们看到的就是沙特今年年内能够增加的石油产量 也只是比去年稍微增长一点 那么伊朗也一样 因为它前期经历了比较长的时间的制裁 那么今年也仅仅是恢复到接近制裁之前的水平 包括科威特在内这数个的重要产业国 它们的这种增量能够达到它所预期的就是一倍的这种水平 至少得需要10到15年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也就是说它的需求的放 它的供给的放大 并不是说会特别特别的明显对市场形成的影响 但是相对而言需求端的放大 我们要看到的就是非常非常的明确了 因为现在就是主要的几个博弈的力量 以沙特为首的中东 那么还有美国页岩油 那么还有俄罗斯 他们这三方其实斗了已经多少年 那么最近这一年我们看到就是沙特在这里面所起到的主要的引导作用 或者说对于俄罗斯对于美国的压制确确实实一直是在起作用 那么特别是去年我们看到的就是因为油价持续的这样的一个下滑之后 美国的页岩油从原来的自己自足已经是快速的创出新低 而且在后面还会持续的受到压制 因为我们知道沙特这次的一个涨价是针对美国以外的主要的市场 也就是说美国的市场它甚至还降了0.2美元 是这样的有所区别 对它也就是说非对称的这样的一个涨价 那么对美国而言我这样低的一个油价 势必继续的去压制它的页岩油的生产 已经创出新低 而且它的这个生产商呢 又频频受到这样的一些政策的阻碍呢 在贷款也好生产也好 都是处在一个举步维艰的状态 所以就很难的恢复 那么相对呢 我们看到的就是俄罗斯这块 也因为沙特的这种持续的压制 包括给中国的现货的原油的供应实无前例 这是所以就是沙特这种引导作用就会非常的明显 所以就是说 页岩油这块受到打击 我们看到的就美国能源输出的EIA的这个能源的数据 原油已经是在5月6号的时候 呈现出来341亿桶的这样的一个数据的下滑 那么同时在它经面有连续4周出现下滑 而且是连续5周是维持在了每片900万桶的这样一个低的关口下方 这是主要的一个打击的因素 那么还有这个之外 比如说像加拿大的森林大火 比如像伊拉克的油气的爆炸 油井的爆炸 还有就是在沙特的境内 因为它和也门的这种连接战争 也门的叛军经常给它扰动 那么最近的一个导弹的这样的一个袭击 也使市场对于未来的油气的供应 特别是沙伊的这种持续的对抗 随时都可能会产生未来的空战这种可能性 包括沙特和也门再次战争启动 会对大家对未来油气的地区的不安定因素 对 供应量也好 会产生一个相对来悲观的预期 6月份不是要动产协议吗 照你这么说 那动产这个会还怎么开 其实可以这样认为 在目前沙特所主导的欧佩克 未来需要对经济提振的前提下 这个动产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指望 也就是大家不要记太多的希望所在 因为4月份我们看到的就是 当时的多哈会议 就是这个动产就没有成型 因为沙特突然就改变了主意 从原来说它主张动产变成反而反向的一个增产 这个其实主要是因为新上台的萨拉曼 它是要对石油产生一个更多的 或者说更主流的一个控制作用 就说如果那个时候动产是为了让油价稳定 甚至希望它能够稳中有生 现在是大趋势反正在生 所以它动不动产也没所谓 对 需求端所引发的这样的一个影响 是主流的所在 同时刚才提到的在供应端 甚至都可能会出现中东的 尤其的供应的短缺的这种可能性 所以目前来看的就是 沙特所主导的这样的一个方向 一定是未来要增产 因为沙特的经济非常的差 刚才提到的连连的战争也好 然后包括现在它和伊朗断交之后的 持续的对抗 同时它还是IS的金主 这个我们大家可能都有所耳闻 那么在这样一个趋势下 它的经济非常非常地艰难 因为去年我们看到它的财政 因为70%是来自于石油的 它是主要的产业国 油管之上的国家 那么去年就是因为石油这块 持续的低位 使它财政这块石油损失了23% 而且是实物潜力的是 出现了900多亿的这样美元的赤字 对它而言必须去启动改革 那么虽然说大家对萨勒曼有各种的一种 比如说说它年轻也好 未来看的并没有特别理性 或者是说它没有受过西方的教育 但是就像刚才咱们提到的 它不改革 面对未来非传统能源 逐步的替代效应 它一定就会没有前景 那么改革是一定是在必行 所以油价对它的支撑 涨价因素也好 未来的增产也好 都是为了对它的经济产生 非常明显的提升的作用 反正至少从今天的我们了解看来 接下来看来车主们所面临的油价 可能还得继续 这个可能性非常的大 所以说大家可能还是要做好 小排量 新能源 但是这个就是说 这个事情其实是对中国非常的有利 我们还是要看到 因为沙特和俄罗斯的这样一个对抗 所带来的就是 因为俄罗斯是主动的经常性的 现在和中国这块的油气的进口也好 或者是油管的这样的一个建设也好 都在持续循序渐进的过程 也就是说对于中国市场蛋糕的切分是越来越大 那么沙特作为里面重要的一个力量 他一定是要争取自己在这其中 能够切分更大的蛋糕 来渐渐的抑制住 俄罗斯在中国的这样一个主导作用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 就是他史无前例刚才提到的 就是用现货的方式给中国进口原油 而且是把现的这个价格抹去 这就是说未来一个趋势 这种明确的向中国的导向 是我们必须要重视到 或者是关注到的那么所带来的效应 无论是未来的这个油价的处于低位 还是中国就是相对来说 他牵制俄罗斯对于中国在石油贸易上 或者说石油所产生的这种贷款上 就是减少俄罗斯对于中国的这种协制 也是有好处 所以这件事情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很多方面都不一样 对于中国非常的有利 渔翁之力 好 我们浏览完宏观书记 来看一下隔夜美股收盘的表现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要看到公用事业排名 涨幅靠前 生活消费工业 金融和基础材料 这些都是涨幅靠前 不过幅度都不算太大 今天主要是这个Canova 今天我们主要是说哪一支美股 Canova 它是一支法国的电商股 它其实是Casino它下面的子公司 因为Casino是法国最大的一个电商 那么Casino其实是想启动上市的 但是我们知道的就是 因为它2015年出现了巨亏2.78亿美元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 这个就是上市的进程受到阻碍 但是呢 就是或者说货中有福吧 这样启动不上市和相应的一些 这方面的策略之后呢 可以节省1亿美元 那么这个正好是它可以去用于还债 那么市场在反向上面 对它产生这样一个预期 所以就是这种上涨 就是比较的有点戏剧性 那么这支个股 因为我们知道就是今天可能后面也会提到一些电商股 那么法国电商股呢 因为受到各种的这种景气数据 包括我们前面知道的各种恐袭也好 欧洲的这种乱局也好 确实是都受到比较大的影响 所以这支个股未来的相应的可能会有一些副作用 因为我们还知道就是它其实前期还和京东是有合作的 是希望更多的去打开一些巴西啊 或者是这些主流的包括巴拿马这样的一些市场 但是因为这项的一些事件 包括它自己的这样的一个预期的下滑 未来应该是会有比较明显的这种阻碍的作用 它甚至现在已经从巴西的市场退出了 所以未来还是要稍微谨慎的来看待这些事情 就是说自身的健康很重要 老是靠这种反转来吸引目光 吸引股价 终究不是个长久之际 对对对 等一下值得关注的美股看一下 美股放大镜 今天我们要说到是大健康和环球健康 两个都是健康的概念 第一个是医药电商 算医药 虽然叫健康 对对 它其实是去年刚改名 因为它涉足了电商之后 它就改了这样一个类似的名字 因为现在在国内是比较热 这是中概股吗 为什么听上去名字就是那种 对它是一个在香港上市的中概股 所以起名字的风格很大而浅 没错没错 这就是目前的这个 这个我们知道的重组的一个现状 因为它前面其实叫金田集团的 所以就是相应的 它主要其实是做医药的这个零售啊 医药的这样的一个电商业务 所带来的就是你比如说像它在东北市场 几乎是全方位的占领 而且它全部都是自营 它在全国包括香港的市场 接近万家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连锁店 还有包括就是民营的这样的一个电商业务 就是东北要吃药都得去找它 我觉得可能真的就是那样子 随便提这个名字如泪惯了可能应该是这样一个种状态 所以这家公司呢 它其实是挺赚钱的一家公司 因为刚才提到的就是它这种连锁方式 全部的自营给它带来的就是一个是高毛利的这样的一个营业状态 还有包括它自己的这种集中的采购 还有它独立的这种供货渠道 都给它节省了大量的这种成本 那么低成本的运作高毛利的收盈 那么所带来的就是一个高净利润 这个在这之上我们看的就是去年它的盈利水平已经是超过了百分之 也就是同比的增长啊 已经是超过了百分之四 那么在这之前只是维持在各位和市卫的这样 就是百分之几的这样一个水平 说明它这种触发的效应一直在持续的增强 所以就是说医药电商这个领域在国内的市场 显然我认为未来的前景确确实实实是要比在美国也好 或者说香港也好要更好一些 老外不习惯那种模式去探评 因为它本来现在在市场的占有率就非常的高 已经达到百分之六七十的水平 那么中国目前可能应该还不到百分之三十 那么这种未来的连锁模式 还有刚才提到的给它带来巨额盈利的这样的一个种模式的推广 以及它非常强大的这种市场占有率的水平 所带来的就是未来在盈利空间会有进一步的扩大 而且它在去年的时候还收购了一个吉林的另外一家的胶囊生产企业 因为我们知道就是相信的这些医药股 它会需要大量的这种空心胶囊或者是植物胶囊 甚至那些植物明胶 所以收购了这家公司的股权之后 又在另外一种层子上产业链上形成一个更大的拉升 那么无疑这种预期程度上 朦胧效应上它的盈利的状况上 都对它的股价形成比较好的这种支撑 所以到未来这个电商医药电商充分发达了之后 我们可以想象到上班的时候 有一群快递员站在门口 然后纷纷喊着楼上各种同事的名字 喊下来吃药了 药不能听 好我们时间关系 我们稍微点一下吧 健康护理的这个环球健康服务是一家什么样的企业 对这个其实是主要是对应中国的一个健康中国 因为我们知道就是现在从全球这种状况上 大家都在关注健康老龄化 或者是未来这个婴儿出生 无论是中国未来的这个二台的实施之后 产生的效应还是全球的这种老龄化的趋势下 那么对于健康的关注性 就会非常非常的浅层明显的这种强烈的效应 所以我们看到这只美股它也是一样 就是在目前这种情况下 也受到了这样的一个影响 效益 未来的这种股价的弹性的影响 都是在越来越明显的体现的 所以就是相对应着美股的这样的一个未来的趋势 那么我们在A股上面也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大势所趋 因为我们在中国除了刚才提到的这种老龄化趋势之外 我们未来的二胎甚至更多的一个孩子的出生 已经是有明显的效应出来 那么这种趋势下所体现出来了 大家对于医疗的需求 对于这种各种的健康服务的需求 都呈现出这种发散 对 所以对于股价的影响 相应的这样的一些上市公司 还是建议大家在未来持续的去关注到它的机会的所在 好的 那时间关系 我们今天和马亦勋就一起聊到这里 如果您对我们有什么意见建议的话 可以通过微信留言 还可以在荔枝和喜马拉雅搜索第一财经 进行反复收听 别忘记关注一财.com 因为他们全新上线有更多资讯视频等等 好 今天我们就先和大家聊到这里吧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集中在水利交通和能源领域 而针对钢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进展 新闻发言人赵晨鑫介绍说 化解过剩产能工作将全面进入正式实施阶段 赵晨鑫介绍 截至目前 有关部门制定的财税 金融 职工安置 国土 环保 质量 安全等配套政策文件已印发实施 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奖补资金管理办法 经过几轮修改完善后 也将于近日印发 根据要求 各有关省级人民政府 还完成了钢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 实现脱困发展目标责任书的签订 各地目标责任书签订 以及实施方案 按要求备案后 化解过剩产能工作 将全面进入正式实施阶段 到4月末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发布的钢材价格指数 回升至84.66 比去年同期提高了11.47点 比去年12月的最低点提高了30.18点 对于近期钢价的上涨 赵晨新回应称 主要受政策预期 市场炒作和短期因素等推动 将多促指导有关地区 平稳有序地推动化解钢铁过剩产能工作 银监会发布的2016年一季度 主要监管指标数据显示 截至到一季度末 商业银行当年累计实现净利润 是4716亿 同比增长6.32% 一季度商业银行 平均资产利润率是1.19% 比上季末上升了0.09个百分点 平均资本利润率15.93% 比上季末上升了0.95个百分点 同时数据还显示 今年一季度商业银行不良率1.75% 较上季度末上升了0.07% 分险认为银行业不良风险的暴露压力仍处高位 但加速势头有所减换 数据显示 银行业资产和负债规模稳步增长 2016年一季度末 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 境内外本败币资产总额为208.6万亿元 同比增长16.7% 其中大型商业银行资产总额同比增长8.5% 股份至商业银行资产总额同比增长18.9% 同时信贷资产质量总体可控 2016年一季度末 商业银行不良贷款运合13921亿元 较上季末增加1177亿元 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1.75% 较上季末上升0.07个百分点 仍然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 但是至少这个加速的势头是被遏制了 确实有部分商业银行给我们反馈说 在这个资产质量这一段 至少在今年一季度 它的形势上环比是压力是略有点轻的 权威人士在本周较早的发文中提到 要警惕加杠杆所带来的经济风险 向其认为 这对银行业的坏账风险 也将起到一定警示作用 未来 在继续保持稳健货币政策的格局下 监管层或通过加强对银行业 飞标业务 互联网金融等业务的监管 加强风险防范 就是说在我的货币政策 不进行一个明确的进一步放松 但是也不做一个明确的收紧的 这样一个大背景下 推进一些监管性质的政策 昨天是本周 逆回购到期量最大的一个交易日 当天逆回购到期量高达1300亿 但央行并没有同步加大逆回购的投放量 反将逆回购量较前一天缩减近四成 开展了500亿元 7天起的逆回购 显示出央行对资金投放的态度 日趋谨慎 连续进回龙 仍不改资金面 均衡偏松态势 昨天货币市场 主要期限利率多数下行 一些市场人士认为 从中长期来看 货币政策进一步大幅宽松的空间有限 而从短期来看 下周期缴税和千亿中期借贷便利到期 又将扰动银行兼市场资金面 央行可能继续综合使用 多种货币政策工具 维持资金面的稳定 招行资管部分析师 刘东亮分析认为 今后货币政策将趋于稳健 只要经济不出现超预期恶化 货币政策有可能在目前基础上 进行微调 而非大规模放松 未来降准次数 料进一步减少 降息空间也进一步收缩 国务院日前印发的建设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示范基地的实施意见 到2018年年底建设一批 高水平的双创示范基地 培育一批具有市场活力的 双创支撑平台 这个意见明确了首批 28个双创示范基地 包括北京市海淀区等 17个区域示范基地 清华大学等 4个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示范基地 海尔集团公司等 7个企业示范基地等等 第二届亚洲消费电子展 重磅来袭 物联网 互联互通 创新 三大主题轮番演绎 5月11号到13号 第一财经全媒体为您零距离展示 前沿科技 酷炫新品 亚洲消费电子展 昨天进入了第二天 在昨天的展会上 有哪些新的产品亮相了呢 在消费电子市场当中 国产品牌的表现又如何 还有初创企业 他们是如何另辟蹊径 我们来看一下记者的报道 在本届展会上 除了汽车这样的大块头 也不乏轻巧灵动的小创新 这一款充满科技感的智能眼镜 瞄准的就是 骑行这一细分市场 你能够加上你的心血量 你能够加上升 你能够看上去 然后看到那些镜头 所以你能够看上去 所以你能够提供资料 现在这些资料 这些是完全开放的平台 所以它也有一个铁铁 GPS 它支援 både Bluetooth 和 ANN Plus 所以你能够加更多 如果想要 针对不少小朋友 放不下iPad的现象 工程师设计了 能在平板上互动的 小型机器人 大家可以看到的是说 它会根据我的 这个手指触摸的点 它会自己的会一个移动 甚至可以跟我们 玩一些互动的游戏 有了娱乐 自然不能忘记生活 京东针对中国交费者 研发的智能冰箱 因为贴近日常生活 吸引了不少关注 我们会通过摄像头 摄像头进行抓拍数据 图像识别 识别出相应的实物 然后我们给它做 图像包括你的保鲜器 包括你需要补货 然后做这种精准的推送 除了大型企业 不少初创企业 在CES上也拿出了自己的产品 记者注意到 国内初创企业经过市场的洗礼 已经摸索出具有市场特色的生存模式 对于我们选择的是另外一种 就是成熟市场里面 通过设计去切割蓝牌 我们通过设计和营销驱动 把这一群 就是本来在大市场里面的人 切割成我们的用户 然后在我们有了足够多的 这个叫做生存的能力的时候 再向后端去整合技术 定位精准 价格亲民的消费电子 正在形成一个不可忽视的市场 2015年 仅京东这一单一平台的 智能产品销量 增幅就达到188% 相关品类增长167% 如果从量上来看的话 目前来说 在智能硬件的这个领域的话 国内厂商的创新 要比国外厂商 它更加丰富 然后更加速度更快 在本次CS亚洲消费电子展上 智能汽车的登场 也绝对是惊艳 其中 变形的跑车 智能的轿车 汽车的物联技术 简直都把电影当中的场景 搬到了现实中 在以汽车为主题的N3馆中 最引人瞩目的 莫过于由奔驰汽车 与英国厂商Foundary合作研发的 概念型跑车 它是一款空气智能动力跑车 被称作是概念车中的香奈尔 可以实现电影蝙蝠侠里的变形场景 首先它是目前唯一一样的 可以变形的跑车 当这个车达到一定的速度的时候 它的尾部和它的轮毂 和它的前脸的部分 会根据空气动力学的原理 做相应的变形 另外一个特点 也代表未来的一种趋势 它的内饰设计 现在比较流行的 就是人际互动的这样一些 比如说上网了 自动驾驶了 类似这种 而汽车巨头宝马也不甘示弱 不过本次宝马并未大力推销 即引领为豪的i3和i8纯电动车 而是展示了其最新开发的 汽车家庭智能物联系统 我们BMW对这个事件有一个新的认知 那就是物联网中的设备 会在正确的时间 以及正确的地点 给您的数字生活带来极大的便捷 BMW开放的移动云 可以将您的车子 您的房子 以及您的日程安排紧密的连接在一起 比如说在您出行的时候 您车内的空调呢 将会自动提前开启 以及根据当前的路况呢 会给您安排一个合理的出行时间 然后呢 只需要把车的钥匙放在这里 那么车子呢 就会自动驶入车库 好吧 真的是挺自动的 在众多手机应用当中 手机地图应用软件的热度 一直是高居不下 数据显示 今年一季度 我国手机地图用户的累计规模 已经达到了6.291 而在本届消费电子展上 很多知名厂家创新的拿出了 手机智能地图 与它们载体相结合的产品 比如和汽车结合 会成为车联网的一部分 这是搜狗地图发布的首款 全语音智能导航 并融入了车联网解决方案中 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 搜狗专门成立了一支 一百多人的团队 进行语音技术 语意理解等各种功能的开发 并将数据重构 希望让导航变得更加善解人意 与此同时 地图不仅可以在手机上运行 也可以通过互联协议 连接到车机操作系统上 彻底解放在行车中 导航对双手和双眼的依赖 我们追求的是说 要贴合用户真实的使用场景 你比如说现在我们在车内 用户如果说我要去宏销机场 我们可能就会问用户 你是要去T1T2 或者你干脆告诉我航班号 如果用户告诉我航班号 我就会马上去替他查这个航班 目前的实时信息 他什么时候到港 如果晚点了 我就会告诉用户说 这个航班现在晚点两个小时 建议你两个小时以后再出发 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交互的场景中 所推崇的去追求的 并不是说一定要在用户 在车内去做O2O 而是说只要你这个真实场景中 有这样的需求 我就会去对接这个实时的 这个服务的提供商 而百度也推出了自己的车载智能产品 这款产品不仅内置了百度地图功能 可以方便用户 快速精准的定位 进行智能导航 同时还有其他一些 意想不到的功能 基本上车内你连接你的手机 你就可以享受到最新的地图导航 实时的路况 以及有很多第三方的音乐服务 还有我们集成的像停车 加油 搜索附近的美食餐厅去排号 很多第三方的O2O的服务 只要CarLife集成的服务 您都可以享受得到 而身为上市公司 思维图心的主营业务 就是数字地图和车点网 在这次消费电子展上 公司拿出了最新的系统 这个系统是一个开放的平台 在大数据的基础上 可以实现各种功能 比如 为新能源汽车驾驶者 提供充电桩定位的服务 真正的做到了车道线 前车识别 然后那个车道线识别 这些比较 就是算是前沿 并且黑科技的一些东西 如果说想做得特别高精度 那么就必须在我们思维的 高精度地图的基础上 结合一些传感器的硬件 然后结合自动驾驶 那么就可以做得非常好 真正的就是解放双手 就是通过自动驾驶 就可以识别这个车道线 并且在拐弯 以及急转弯的时候 真正的去像人的感知一样 去做一些拐弯的处理 来自一关智库的数据显示 去年我国智能汽车的市场规模 超过了1500亿元 而数字地图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内容 而今年这个市场的规模 又往扩大三倍 地图越来越发达 但是为什么有些人还是左右不分呢 在这次亚洲消费电子展上 上市公司我国最大的商业零售企业之一的 苏宁易购 他们以创新的方式参加了展览 那就是和展览方合作 推出首个线上体验馆 消费者可以通过CES的官网 或者是苏宁易购 直接登陆这个体验馆 在第一时间体验并且购买参展的商品 其实很多消费者也想看一下 CES到底是什么 但是因为这是一个专业展览 他们没有办法进入会场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个会场上好的 好玩的产品也能够带给他们 在线上能够一目了然 很便捷地去看到它 同样我们也会有一些沟通和留言的环节 让用户把他们的反馈需求 也带回给这些参展的厂家 新的产品 新的用户 当然还有新的流量和新的销售的机会 能够把这些撮合在一起 我觉得就是我们作为一个零售平台的价值 好 接着让我们进入每周五的早间有月 早间有约记者的视角看新闻 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本周财经要闻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本周表示 要推动品质革命 我们预计相关的供给策改革将会加速 汇率方面 人民币中间价本周创下近半月以来的最大升幅 本周有消息显示 治理产能过剩地方划分方案和时间表 已经上报国务院 好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本周的重点话题 4.7万亿投资将落资交通 在稳增长和一个补短板的背景之下 那么近期呢 中央政府在一个基建的投资方面 又是做了一个重大的部署 本周发改委等部门呢 共同发布了一个交通基础设施 重大工程建设三年行动计划这么一个方案 这个计划指出呢 从2016年到2018年三年时间呢 中央要完成在铁路 公路 水路 机场 以及轨道交通方面呢 共303个项目 总投资是大约为4.7万亿元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这么庞大的一个数额 在三年内是如何分配的 大家可以看到2016年呢 我们要完成的项目数 大概是131个 总投资约为2.1万亿元 而17年和18年两年 要完成的一个项目呢 分别是92个和80个 投资额都是在1.3万亿元左右 从这个图上 大家可以看到 今年的一个投资任务 是十分的繁重啊 再来看一下 从具体的领域来看 我们这个项目又是怎么划分的呢 由于现在一个基础设施的 一个情况不同 可以从图上看出 各个领域的一个分布 是有着比较大的差距 其中呢 铁路和城轨这一块呢 占的份额是比较大啊 不仅在这个分布上来看 铁路和城轨这个轨道交通 占据的份额比较大 而且从一个历史的 重向方面来看呢 这两块的增幅 也是非常的惊人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2016年 单是这一年的数据 怎么体现的 大家可以看到 2016年的重点推动项目 是131个 而轨交的项目 就达到了51个 全年的投资额度呢 是2.1万亿元 而轨交的投资额呢 就到了9000亿 这么一个高位 它占的这个份额呢 大约在40%左右 不仅2016年的占比高 从更长远来比较 跟12.5时期来比较呢 轨交的这个增幅 也是十分的惊人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 12.5期间新建的 一个轨交的一个公里数 大概是在 1900万公里左右啊 那到2016年的 这个数据是实现了一个突破 此外投资金额上呢 也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上涨 那这么大的一个投资额 那这钱从哪里来呢 据我所知呢 现在财政逐步收紧 不管是中央还是地方的财政呢 吃紧的情况也十分严重 但在稳增长的背景下呢 中央的财政的波幅力度和幅度都是十分大的 因此从下半年来看呢 如何引进民间投资 将会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话题 李克强总理此前也提到说 财政要起到一个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因此在下一步 如何依靠中央财政的带动力量 来吸引民间投资呢 可能是这些项目能否落地的一个关键啊 在对地方进行督查之后呢 本周国务院又进一步 在拉动民间投资方面 做了进一步的政策的部署 我们来看一下有哪一些 从减政放权的角度呢 中央主要做了三项部署 首先是一个开工前的报件审批事项 由65项减至42项 此外呢 包括规划许可 市政设施建设等24项的审批呢 整合为8项 但值得注意的是 包括像环保等方面的法定审批呢 并没有取消 说明中央在一个放管结合的方面呢 是做到了十分好的一个平衡 那此外呢 我要提醒大家的就是要重点关注一个PPP的推进情况 因为PPP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呢 不管从政策还是产业资金的一个支持的方面 都获得了一个比较长足的发展 其中的体制理顺呢 也是十分明显 我们预计从今年开始呢 将会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 那也是在财政吃紧的背景之下呢 近期啊各个地方对PPP的一个推进速度 也是逐步的加码 我们举几个例子来看一下 大家从图上可以看出 近日像江西就公布了52个投资项目 总规模在881亿元左右 陕西省呢更是公布了576个项目 总投资是接近6000亿元 那包括像湖南呢 有117个项目总投资是1700多亿元啊 不仅如此我近期了解到的情况是在中央层面的第三PPPP项目呢 也有望在下月公布 总投资额度呢 也大概是在6000亿的规模左右 那讲了这么多呢 一谈到投资 可能很多朋友就认为下一轮的一个刺激 放水可能就要来了 可是大家要注意的是 尽管4.7万亿听上去是一个很庞大的数据 但它投资的领域 基建交通领域 对未来来说都是一个长期有效的这么一个途径 是不会造成产能过剩的 所以呢 如果我认为这些项目能够落实到好处的话 不仅对当前的稳增长有着明显的作用 从长久来看呢 对中国经济的腾飞也是一个极好的铺垫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么多 我们下周再见 北京时间8点22分 美国劳工部周四发布的报告显示 美国上周初请失业金人数增加了2万 现在是29.4万 连续第三周再增加还创下了14个月的新高 接近30万的关口 这显示美国劳动力市场可能已经开始走弱了 而与此同时呢 过去四周初请失业金人数均值增加了10250人 现在是26.8250人 另外一据外媒的报道 美国国会议员披露美联储主席耶伦 对书面提问的答复 耶伦表示不排除在非常不利的情况下 采用负利率的可能性 而必须考虑负利率的副作用 重申通胀率未来将会重返美联储2%的目标 预计美国经济继续保持强劲 重申了循环渐进的加息的路径 如果经济前景出现意外的话 那么美联储将会调整政策 距离英国关于欧盟身份的公投 还只有六个星期之一个半月 由于英国央行行长卡尼组成的九位 货币政策委员会表示 有更多迹象表明 公投正在拖累英国经济的增长 给英国经济前景带来一层阴影 央行官员一致投票同意 维持基准利率最好是保持在记录的低点 0.5%不变 英国央行还表示 英国退欧可能会导致不确定时期的延长 削弱资金的流入提高风险的溢价 增加银行融资成本 并且威胁金融稳定 周四全球股市多数都下跌 美股涨跌不一 而苹果是拖累纳指下跌 欧股收盘集体也下跌 部分企业业绩令人失望 打压了整个市场 亚太股市收盘多数走低 日股逆势取得四连涨 好 接着我们来连线一下 东正期货的林强 请他介绍一下 国内主要期货交易品种的情况 你好 林强 好 主持人 首先我们关注贵金属 昨日的金价是扭转了 之前的一个涨势 收盘是出现了一个下跌 日内公布的上周 出申请的一个人数 是意外的一个盘升 消息公布后 美元的上涨受阻 金价是一度的回暖 但稍后市场是消化了 这一利空 美元是继续的走高 金价收到压 最转而向下 最终收跌 日内美联储三位 在今年FOMC会议上 是有投票权的三位官员 是纷纷表示的 一个偏音派的一个发言 但同日被称为 各派女王的 美联储主席 耶伦也发表了 各派的一个发言 但是她的发言 最终是被 三位偏音派的声音 所淹没 目前SPDR的增仓 仍然在增加 据世界黄金协会的透露 在今年一季度 西方纸黄金的 一个柜台需求 是凸显了 一个非常大的增长 这预设整个西方 的一个黄金结构 可能会出现一个改变 然后关注大宗商品 昨日大宗商品小幅下跌 但夜盘工员品 受到黑色系暴跌的 一个影响 是大幅度的一个走低 有色方面 外盘轮同 受到近期美元 混暖的影响而下跌 抛开美元指数来看 轮同盘面上 也呈现一个 比较弱的一个态势 持仓方面 显示出多头的动力不足 整个盘面上 仍然是以空头占优 国内方面 现货铜昨日是 深贴水 上涨了20元每吨 下游因此保持一个观望 成交是出现一个 先阳后裔的一个情况 先阳后裔的一个情况 目前同消费的旺季 是接近的尾声 供需的压力 在慢慢的增大 接下来 国内近期宏观的因素 也是不同的一个乐观 因此呢 从长线 仍然是一个 偏空的一个走势 最后关注股指 昨日护指是探底回升 但从消息面来看 市场对于政策的一个因素 还是相当的一个敏感 导致两世的信心的低落 气质方面呢 昨日 RF尾盘是最终收红 但是从成交和持仓上来看呢 整个 气质的人气呢 是大幅度的一个萎缩 较之前 持仓在三万手以上 成交在一万到两万手之间的 这么一个交易量呢 有个非常明显的一个萎缩 因此整个市场 目前还是陷入到一个 偏观望的一个状态 好的支持人 好 谢谢林响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资本市场 A股昨天在失手2800点之后 终于起稳回升 伴随着成交量呢 再次缩掉 短期杀跌动能 已经几乎消耗殆尽了 创业板低开幅度 更是超过了1% 直接破下了2000点 然后呢 开启震动攀升的格局 但是尾盘也没有能够收红 两世全天成交 3798亿元比之前一天继续缩料 盘面之上 电力股迎来久违的大涨 保险股也表现不错 锂电池概念更是批量涨停 食品饮料等大消费股呢 全线回调 ST持续承压 融资方面截止到5月11号 两世融资余额合计 8412亿元 环比继续减少了50亿 从万德资金流向数据来看 昨天两世资金结束 连续4天的净流入 获得资金净流入66亿元 此前两世资金连续4个假日 都是净流出的 累计流出金额超过2000亿元 从行业资金流向来看 5月12号 28个升万一级行业当中 有18个行业是资金的净流入 其中资金净流入排名前三的行业 分别是 有色金属 电子和公用事业 净流入规模是17.82亿 14.83亿和11.19亿 那么从各股资金流向来看 昨天两世有1153只各股市资金的净流入 数量比之前一天交易日大幅度增加 资金净流入的金额排名前三分别是 干风里业多幅多 长电科技净流入金额分别是 5.29亿 4.29亿和3.86亿 那经过了这么多天连续的地量 市场是否已经起稳呢 对此我们来听一听上海证券研究所 首席市场分析师蔡君益的观点 市场的话呢 处于这个探紧缺后的这样一个起稳 那么整体市场在2800的营线 应该说受到了一定的这样一个相应的支撑 小票经过连续打击之后的话 也有反弹起稳的这样一个低下 未来中期的股价结构性调整 可能还会有一定的这样的持续 那么短期来讲的话 我们觉得它对人气的这样一种 这个这个起稳 还是有比较积极的这样的作用 我们认为短期市场将围绕2800的营线 做一些起稳性的这样一个盘整 等待的时机更加成熟之后 再选择相应的方向 进入5月份 随着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条例的实行 同时根据工作的需要 社保基金所新设的养老金管理部 和养老金会计部 这个举动引发市场强烈的关注 市场人士纷纷猜测 养老金入市或逐渐进入实际的操作阶段 养老金入市的步伐终于渐渐的近 上一家基金公司远预测 下半年可能会有一到两家基金公司 作为试点来进行参与 国金证券策略分析师李立峰表示 养老金入市较大可能会采取分批入市 而且前期入市规模不大 总规模合计会在千亿元的水平 占A股流通市值比例比较小 大约只有0.8% 从万德数据的显示 有506家创业企业披露的一季报来看 2016年一季度创业板公司 整体实现营业收入1347亿元 同比增长了32.4% 整体净利润合计是149亿元 同比增加63.68% 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增长速度 都是五年来的最高 不过仔细看的话 故事就没那么简单了 创业板的明星是温室股份 因为它一季度净利润高达31亿元 一家就占据整个创业板 一季度总利润五分之一 而如果将温室股份 从创业板剔除后 505家创业板公司 一季度利润降为118亿 增速也迅速就降至38.5%了 温室股份主力发展养猪业 受益于整体养猪行业 从去年开始全面遭暖 其净利润也水涨船高 而拿温室股份 与高科技巨头相比 表现也毫不逊色 创业板中 适时排名靠前的乐视网 今年一季度净利润为1.15亿元 东方财富一季度净利润 1.17亿元 两者净利润之和 不及温室的十分之一 而且 具体到每个公司 业绩差异也很显著 506家公司中有438家 在一季度实现盈利 占比86.6% 25家公司一季度盈利过亿元 不管这是不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合谋 在高送转方案推出之后 不少公司的重要股东 已经按耐不住套现的冲动 开始大手笔的出货 这个时候可能一定要警方高送转 红包变草包这个风险 据不安全统计 2015年报推出高送转的方案 而且今年以来遭遇到 股东减持金额超1元的公司 有28家 合计减持金额高达124亿元 其中减持最大的是2345 来自3月份以来 公司已经累计遭股东 重要股东减持7895万股 套现金额高达21.4亿元 有一些重要股东的减持速度 堪称神速 例如神州长城宣布 高送转预案的第二天 就遭遇了股东 华联集团减持120万股 并且继续减持合计约140万股 而且华联控股也加入了减持阵营 接着又减持360万股 另外像号丰科技 永清环保威地股份 高能环境雅科科技 腾龙股份也在宣布高送转方案不久 披露了重要股东的减持计划 或者是动向 万德数据统计 去年22家整车上市公司当中 16家公司有送转增转股份 或现金分红预案的发布 占比有72% 这16家公司车企 累计分红达到258.08亿 相比他们611.12亿的利润总额来看 汽车行业股的支付利率达到了42.23% 分红金额方面 上汽集团以149.95亿元 稳坐第一把交易 而宇通客车和长安汽车 分别是以33.21亿和29.84亿 排名第二第三位 2016年3月 钢铁业终于结束了连续15个月的亏损 迎来了首度的盈利 钢铁行业整体运转出现了明显的好转 但是同时一季度累计的亏损额 依然达到151.26亿元 同比还继续增亏了44.26 钢铁行业困难的局面并没有发生改变 据权威人士的透露 纳入钢鞋统计的大中型钢铁企业当中 三月份全行业实现盈利27.45亿 相比一月份又亏损了67.2亿元 钢铁行业整体运行出现明显的好转 不过上述全游人士同时坦言 虽然三月份盈利状况有所好转 不过整体的钢铁行业的困难局面并未改观 好 接着再来看一下债势吧 违约取消发行 今年债势的新闻一直都特别多 近日静媒集团以6.8%的高票面利率发行 5年期10亿元人民币公司债 16净媒债01 这创下了信用利差的新记录 债券发行利率比同平级债券平均溢价 约300个基点以上 16净媒债零交 6.8%的票面利率 远高于发行当时 同类5年期3A级企业债 3.68%的二级市场收益率曲线 甚至较平级低出四档的2A减级企业债 仍高出近30个基点 对此 近媒集团相关人士表示 以发行利率来看 的确有资金成本压力 但是考虑到期限较长 利率水平仍可以接受 最近这几个月压力还是挺大的 因为承销如果出去 承销出去的这个产品 尤其是高平均产品 那现在大家都没有办法去判断风险的话 那肯定本身这个压力还是很大 而除了发债利率标高外 进入三月以来 大量的债券取消发行 外的数据显示 截至4月27日 供103家公司债券 推迟或取消发行 共计109.1亿元 金额大约是去年同期的3.4倍 与此同时 债券承销商也倍感压力 但是承定外个角度来看 接下来的债券这个发行 融资量要说能够 像今年的一季度 或者是去年四季度 这么大的量 我觉得这种情况 在整个今年下半年 可能都很难再现 万德数据显示 今年前三个月 券商平均每月承销债券规模 达到4463亿元 而进入4月 截至4月26日 券商共计承销债券项目规模 2260.5亿元 仅为今年前三月 平均规模的一半 接着我们来连接 中方幸福首席分析师黄月 请他点评一下 今天会有哪些消息 会对市场产生影响 你好黄月 我们看一下这个 第一条呢 刘思雨上任80天来 整个市场化改革的 这个思路建明 从我们从官方摩提 这个人民日报 全外人士讲话以后 以及营监会 证监会的一些策略 其实对监管是 逐步加强之中 营监会呢 是对一些理财产品 P2P进行了整顿 而证监会呢 对一些可资源 进行了这个整顿 对于海外 私有化回归的企业呢 更加严格 这些呢 是有利于 保护我们的市场 而从我们这次整个 二级市场的这个波动来看呢 一些GX的个股 也是出现了大面积的价值回归 而从一些 分红率比较高 一些蓝筹等等 这个股呢 在市场调整之中呢 还是走出了 逆势的行情 说明整个市场 在整个调整之中 分化还是比较明显 随着整个市场化 进制的这个改革 以至监管制度的这个加强 整个A股的这个 国际化进程 所以呢 一些投资者呢 应该对各股 进行一些区别对待 而从整个未来的这个 我们股市来看呢 也是与实体经济 相结合更加紧密 而从整个 大的管理政策略来看 脱虚旧市 这个经济呢 主要还是为 实体经济服务 而从我们股市和实体经济 相结合来看呢 上市公司的业绩提升 对股市这个提升 是非常重要 所以从这点来看呢 未来的这个 退市制度的这个改革 也会在继续加情之中 第二条消息呢 主要是李克强 有条件的 有能力实现 我们中国经济 主要的这个GDP标准 而从这次的讲话来看呢 主要还是通过电话 与法国总理 进行了这个通话 中法合作呢 其实已经有段时间 而从我们中国来看 高铁 这个核电等等呢 其实是非常有优势 而法国呢 主要还是一些 以航空 金融等等 对中国方面 起到一定的这个 互相合作的作用 而中法之间呢 会成立一个合作基金 对整个经济 双方的经济 产生一个正面的推动作用 而从这样来看呢 二级市场里面 一些铁路核定个股来看呢 还是有 比较好的表现机会 第三条消息呢 主要最近 最近一段时间 在一周期增持OLED OLED呢 主要还是用在整个手机 曲面面板上 这次这个苹果 这个未来的这个新产品 在OLED方面 也是有比较大的突破 而从中国的这个产业内来看 除了这个手机 还有无人驾驶 虚拟线时等等 与OLED都是结合 非常紧密 所以从这样来看呢 OLED的这个设备 驱动芯片面板 及其模组等等 带来的这个市场机会 会比较大 而从基金对它的看好来看呢 整个产业链 都是非常看好 所以从最近二级市场 这些个股 也是有比较好的表现 所以投资者 还是可以积极关注了 好的主持人 好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财经早班车 以下呢 我们看一下券商的言报 东吴证券的言报 认为啤酒行业巨变 可能已经悄然发生了 从份额到利润 低档啤酒出现了升级趋势 啤酒行业增长停滞 近两年销量持续下滑 我国人均的啤酒消费量 接近了日韩水平 行业销量建立 2015年呢 我国进口啤酒是 53.83万前升 同比大增了59.2% 首次超过了啤酒的出口量 消费升级出现断倪 精量啤酒逐渐流行 精量啤酒等差异化产品 快速增长 助力培育了高端酒的消费群体 那以雪花烟精为代表的 低档啤酒 突现了升级趋势 比如说雪花开始改用 纯生等高端产品 抢占市场 同时呢 低档啤酒为主的 企业未来升级空间更大 各股方面呢 推荐关注的是 华润 烟精和重庆啤酒 再来看一下 国金证券引报认为呢 国家发展改革委 交通运输部联合印发 交通基础设施重大工程建设 三年行动计划 轨道交通投资是 行动计划当中的重点 三年项目总投资 大约是在4.7万亿 轨道交通投资占比 高达76.6% 那么认为 未来五年 轨道交通行业的投资额 将会继续保持高位 其中城市轨道交通行业 在各地政府加大投资的情况之下 将实现确定性的增长 在经济发展放缓的背景之下 铁路装备行业具有逆周期性 业绩确定性高 防御性好 相关的产业链 受益于未来城市轨道交通的 高速发展 看好城市轨道交通领域 收入占比比较高的标的 重点关注的 他提到了鼎汉技术 康尼基电 神州高铁 春会股份 还有永会电器等等 好 关注完年报之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 重要的公司的公告 万达远线公告 你以每股74.84元 像万达投资等33名交易对象 发行大约4.971亿股的股份 购买期持有的万达影视 传媒有限公司 百分之百的股权 资产交易价格 是在372.04亿 同时你不低于每股 74.84元的价格 非公开发行 不超过1.0689亿股的股份 募集资金不超过80亿 公司股票继续停牌 不超过10个交易日 中信国安发布公告 正常推进 七湖360自由化项目 天津齐信制成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齐信通达科技 已经完成了增资 有关工商的变更登记手续 再来看一下 民生银行 民生银行发布公告 由于公司全资子公司 民营国际及华富国际 与公告日期仍未协定 可能认购事项的条款 民营国际 你终止境外收购 华富国际的相关事项 最后看一下新ST云网 公告称公司等知会 关于撤销股票交易 退市风险警示的申请 获得了深交所的审核同意 证券简称 5月16号起 由新ST云网变更为中科云网 证券代码不变 人为002306 公司股票继续停牌 待公司股票复牌之后 股票交易的日涨跌幅 限制有5% 变更为10% 好 这里正在直播的 财经早班车 稍后我们继续了解 亚太市场包括今天A股的相关信息 接着我们来连线一下 香港演播事情 方商哥我们介绍一下 亚太市场方面的消息 你好 方商 好的 阳光 昨天亚太股市 在盘中是出现大跌 那今天开盘是出现了反弹 今天日经二五指数 开盘是高开0.94% 日本股市开盘是 暴在16804点 韩国股市今天也是 高开0.12% 那开盘是 暴在1979点 今天澳大利亚股市 开盘是暴在5359点 现在盘中也是出现一个 小幅的上扬 另外 菲律宾央行是 宣布维持这个指标利率 在4%的水平不变 是符合市场的预期 同时 菲律宾央行也是维持 这个特别存款账户 也就是SDI的利率在2.5% 以及存款准备金率在20%的水平不变 那菲律宾央行同时也指出 目前菲律宾通胀风险偏向下行 但是国内经济活动是依然强劲 今年通胀预期是稍微有所下降 财政支出提高将会推动需求 但是菲律宾央行同时也表示 目前不需要扩大货币支持指措 因为国内的流动性 现在仍然是非常的充足 以上就是外围市场的最新情况 阳光 好的 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 护港通方面的消息 昨天恒指失手2万点 全天震荡收跌0.7% 港股通通道上的资金流向仍然是净流入 不过净流入额比本周初是有所降低 护股通方面继续净流出 截止到收盘 护股通已经连续7个交易日 累计净流出了38.39亿 据护港交易所的数据显示 截止到收盘 护股通卖盘大于买盘 护股通当日净流出了4.56亿元人民币 每日的130亿元的限额 还剩下129.67 而港股通当天实际净流入了 5.51亿元人民币 港股通每日的105亿元人民币限额 还剩下了97.17亿 港交所首季纯利是14.3亿元 安年跌了9.1% 昨天早盘股价就下跌了2% 超过这一个月的低位 券商普遍不看好港交所的投资前景 花旗将港交所全年盈利的预测 轻微的下调 预期港股全年日均成交额是700亿元 虽然结算费用有所上升 但是营运开支也在增加 维持孤寿的评级 目标价格是140元 美英美林认为 港交所手机业绩好过预期 但仍然缺乏刺激的因素 预期深港通将于6月公布 然后8月开通 但是不会成为带动收入的主要因素 维持跑出大势的评级 目标价是166元 摩根士丹利认为 港交所估值仍然昂贵 维持减值的评级 目标价是152元 另外内资机构认为 虽然一季度港股市场焦头较为清淡 但是随着国内宏观经济的气味 人民币汇率的相对稳定和美联储加息预期延后 等等因素的影响 市场情绪可能会有所回暖 恒指由2月份低点累计回升约10% 因此暂时维持全年港股ADP的假设不变 长期看好两地互联互通机制的完善 以及LME在中国的业务扩展 对公司业务的提振 参考公司过去10年平均估值水平 那么按照2016年35倍失盈率 给港交所12个目标价格214.9港元 维持买入的评级 好 接着我们继续来连线一下香港演播室 请方商给我们介绍一下 护港通方面的消息 方商 好的 我们今天首先看一下香港股市方面 昨天收盘是跌穿了2万点的关口位置 那收盘是下跌0.7% 香港股市也是连续两个交易日下跌 累积的跌幅是达到1.6% 那昨天香港大市的成交金额只有539亿港元 这个成交金额也是一个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那市场预计今天港股会进一步的低开 ADR预示港股今天会低开0.09% 今天市场关注的焦点就是香港今天会公布 第一季度的GDP本地生产总值 那市场预计受旅游业表现疲弱 加上零售销售持续下滑 香港的经济增速会继续放缓 市场平均预期第一季度的GDP 是按年上升1.5% 增速是比上个季度放缓了0.4% 那有经济分析师是预计 香港如果本季的GDP是增长1.5% 就是连续第三个季度放缓 那有经济师也认为香港的出口持续转弱 加上零售数据的跌幅扩大 是反映了内地的这个防港游客的增幅放缓 同时香港的楼市也是进入了调整期 失业率也是开始上涨 可以反映这个香港人的消费抑郁也减少 这就预期香港的经济增长将会出现放缓的迹象 今天香港市场的一只焦点个股就是周大福 周大福是公布了截止今年三月底的 这个全年的盈利是大幅下跌40% 益利的减少主要是由于大中华地区的这个消费抑郁的疲弱 导致营业额的下跌 稍后我们也会继续关注周大福的开盘情况 阳光 好 谢谢方商 这里是财经早班车 接着我们要进入晨会观察 好 我们首先来连线的是国泰全盐期货研究所的王永宏 你好 王永宏 你好 对近期股指期货投资有什么建议 近期市场还是处于弱势格局之中 建议空头思路操作 本周一人民日报首版是刊发了权威人士谈当前中国经济的文章 权威人士认为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仍然是L型的走势 而且这个L型不是一两年能过去的 不能用加杠杆的办法应推经济增长 要避免用大水漫灌的扩张方法给经济打强行针 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真正稳健 权威人士的这种说法使得投资者对经济增长复苏预期 宽松货币政策预期是最先的调整 此外 权威人士强调股市的融资功能 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 也降低了投资者对国家对维稳的预期 不使影响市场是延续了正常回调的走势 而证监会收紧虚拟产业跨界并购 导致投资者对相关概念国的炒作是明显的降温 对市场的风险偏好也是构成打击 近几日虽然说市场是有所启稳 且都是是探底回升 但粮食的量能并没有放大 这种上涨缩量下跌放量的状态 反映的市场谨慎情绪仍然浓厚 而本周以来 粮食的融资余额也是持续的减少 反映场内资金的持续离场 另外市场的限收股解禁 及减持的压力也是在逐步的加大 总而言之 当前市场是晨量博弈明显 反弹时缺乏量领的配合 处于弱势格局之中 市场将延续震荡盘跌的走势 建议空投思路操作 好了 主持人 商业结果方面什么建议 人龄金方面 近期是震荡盘整 近期是受美元接待性 抖强的影响 人龄金上行受阻 回调整顾 隔夜受美联储三位官员发表 鹰派言论的影响 人龄金是震荡回落 展望未来 全球持续的一个量化快速政策 将继续推升黄金投资 和央行的购买需求 全球最大的黄金ETF SPDR GoodTrust的持仓 也是近期在连续的增加 暂期来看 人龄金或将维持震荡盘整的走势 WTI原油方面是震荡上行 近几日是受到 美国上周 DI原油库存 越大幅减少 以及国际能源署 上调了全球原油需求 预期的影响 WTI原油震荡上行 创下近半年的反弹新高 整的来说 市场预期 原油市场供给过深的局面 将继续得到改善 而市场的需求将有所坚强 WTI原油仍存在上行的动能 好的 支持人 谢谢 以下我们再联系到 国泰军安证券研究所 首席市场分析师 林隆鹏 你好 林隆鹏 你好 对于市场怎么来判断 好的 近期市场走的相对来讲 还是比较的疲弱 但是我们一定要注意到一个现象 近期整个市场 它已经逐渐回归到了 业绩为完的这种状态 也就是说整个市场呢 它整个的投资风格 投资思路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变化 发展才是硬道理 那么在这样的一种 我们注意到整个业绩板块 整体走势相对比较强的 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认为整个指数下跌空间是比较有限的 在最近的这种的指数的出现了一个 慢慢的一个波动 我们认为说明指数的大幅的调整 已经是接近尾声 后期呢 有望过渡一个比较长期的大地 主持人 好 谢谢 以下呢 我们再联系到光大保德信基金经理高恒华 你好 高恒华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早晨好 对近期市场怎么来看 其实最期的话 我觉得负面的一个催化剂偏多 然后市场波动率和政府也明显的放大了 我们认为市场进入一个弱震荡的一个格局 然后我们现在是建议关注是精选一季报超预期的个股 我们可以看到今年其实证监会把监管的一个力度 从监管个人转移到监管到上市公司 然后在经历了2015年的一个股票市场汇率的一个大幅波动之后呢 一些金融领域的风险逐步显现 那也是近期监管层加大力度监管的最主要原因 然后也是为了推动资金脱虚录实的一个方面 那么然后我们看到国务院启动了一个互联网的一个金融专制 专项整治工作在近期进行 然后最主要是对一主宝啊 中际啊 中路等互联网公司暴露出来的巨大风险之后 监管层的一个力度陡然加大 那么行业发生环境发生了变化 那么同时的话昨天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最大的P2B公司 同样也爆出了一个信贷的一个丑闻股价下跌 那从这一点来说是银行体系的监管也在加强 那么以营监会的82号文为例 最主要是为了加强这一点 同时证监会对于和资源的炒作 包括重债股的回归也进行了一个加长 所以我们觉得是监管的一个态度明显的趣言 那么所以我们对市场还是认为是弱势平衡阶段 好 谢谢 好 最后呢我们来汇总一下 今天一财之后连线当中各大权威机构的正会观点 国泰居然认为呢 市场重回业绩为往发展 才是应道理光大保责心认为呢 市场短期出现分歧 大盘或将进入弱势整理 期货方面呢 国泰居然期货认为 股指期货处处在一个弱势格局当中 伦敦金震荡盘整 WTI远游震荡上行 好 今天的一财之后连线 就和各位关注到这里 以上呢是今天财经早班车的全部内容 更多的新鲜资讯 也请您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 第一财经资讯 如果您想随时随地浏览更多 独家骑士的财经资讯 可以速度下载第一财经手机客户端 另外呢第一财经网站 全新改版上线 更多的财经资讯视频 可以上一财.com